大众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宗静陆逊阿弥陀佛 再看 讲一第十一页 广正此宗利无尽 广正者便一切法叫做广 如何言广 就是便一切法 便一切法是在哪里说便一切法 就是在一切念头上 一切念头上何故称法 你就是拿决心如是法来面对一切念头 那一切念头就入如是法 你要法如是决心 念念之间在决心上法 你能入是法 就能够入一切念 入一切念也就成就一切法 过去在一切法中你都不知道是法 因为你只是被念头束缚 你根本是不是法人 你要是都懂得用决心面对念头 是最初见法 最初见法你才知道法在哪里 法在何一 所以广正此中利益无尽 那当然利益无尽 当下就是什么 就是你根本决体的一片大名 那是决体从来不二的 根本心中亲民的称量 你能够入入是亲民称量 你当然才能够深入一切万法 你才能够成就一切万法 你才能够真正能够担当一切万法 所以那当然利益无量 那担当一切万法 那还包含什么 包含你现在的人物对待 哪个不在法中 包含你现在的一切亲民眷属 你都在法中 全在法中 那当然利益无尽 遂得政法久住 吹外道之邪力 这个遂得的遂叫必然也 必然得政法久住 为何得政法久住 你但要是真正用如是心 那个正字我常说就一指 但要能够用到如是心 但问如是心就绝对不退 你过去若不是如是心 不懂得如是心 或许还有种种夜感之中的流转飘摇 但要是你真的适得如是心 最初下手那一念 直至无量节 你绝对不会退 什么叫适得 刚开始参 当然是我们不断 只是在陪子资量 将来你要是真正能够用到一点 哪怕是最初知道 那个能所现前 那个能心的亲近 你就再也不会 对你现前的 所有一切意念在其怀疑 在启成种种怀疑 而且那个决心 那个决心亲民不是在 你平常用 你要用 或者是你不用 你真正用到时 你随起种种念 当下就在 我讲的当下就在 还不是将来明星见信的 这还是最初你应该用到的 这种修行者的一切行为 就类似于我们好像念佛 刚好前几天两天见心我 念佛 突然好像他不念的时候 自心深处 好像自己涌出种种佛号 你将来要是这样参食 你不必刻意 你也能够念念 在每个念头上面 就能够涌出 知道绝得者谁 当下你就能够涌出 只是过去佛号现前 你可能会觉得 哎呀我好像 这是以前也有人问过了 好像我不念自念 这怎么叫不念自念 这只是你用心 因为用心 故有余运 余运在前而已 那你不念自念 你觉得念佛 时你突然起了一个不念自念 人家是念佛 你是念那一念不念自念 你再起任何怀疑 哎呀怎么心里面会念佛呢 我不用念头就能念佛呢 连这一念都知道是希望 你就关着 你就是心静注在 那个心里的佛号就是了 你要习惯所起的一切杂念 你根本就不认 认它起 你不可能不起 因为我们是凡夫 就算将来成圣 可能都还知道一切终生种种念 所以认它起 你要明白你心中要认的是谁 就是认的那一句佛号 所以再说 哎呀我怎么不念 都有佛号呢 你这一句都不在意 就是听到心里面那句佛号 将来久而久之啊 心外所有的一切杂念事例 你自然在你面前全消 全消不见得是没有念头 有念头也无妨 为何以故无妨 忘念古 希望古 这个将来你才能够真正用到那个发心 所以这个遂得正法久住 光那一念就知道绝对正法久住 你念的之间再也无疑无退 摧外道之邪灵 就再也不是背离心境的种种过去 你以为的种种修行 所以叫脆外道之邪灵 外道邪灵有什么 有你一心灭想 想尽办法灭想 得到亲近的 什么沉着与变异了 觉得好像真的心中有种种改变了 好像得到什么 有所得 那都是沉着变异 用梦语言 升值便利 用梦中的语言 一直在那边不断的失入 还在那边植重种种 你心中的妄想建立 升值便利 过去说用梦语言 你可能不清楚 这几天来 你要是真正用心听 多多少少应该都已经能够清楚了 什么叫梦语言 背绝就是梦 只要背绝就是梦 什么叫外道 背绝就是外道 什么叫背绝 念念上面法法不认一绝 你认绝啊 眼前的感受现前 感受都在 势力就在眼前 你当下都还是什么 你当下都还叫尽念 叫尽义 你当下都还叫做修行 你法法在眼前 你明白的是绝 认其现种种势力 那不过像而已 什么叫像 现在讲像 似乎你们大家心里没有什么体会 将来你真的要用到那个关心线前 有一点点心中清静线前 那眼前的再大的实力 不会像而已 他能用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用到你要是有点小病小痛 你看到他都是像 这个不是讲玄 这个在这个世禅波罗命 智子大师就讲过 心事一起果报功德主 过去古德祖师 圣神禅定大病大痛 那一念心中都能够超越 何况我们这些小病小痛 那你说用心可以治病 你千万不要又躲在执着 祖师那不是用心治病 他是心中看到病时 根本不在病上流转 你要是刻意在做治病的话 你事实上已经是 你的心中的执着 已经全然在病了 释迦牟尼佛成佛 他也不必须治那个病 凡做有效 毕竟坏灭 何必要治病 但是在坏灭之时 你必要被病所病 那才是修行者 应该懂得现在的下手处 所以当然现在讲这个问题 也蛮沉闷的 刚好今天也有个菩萨问我 说因为他有这个癌症 他要不要接受化疗 当然有很多行为 不是师父能够告诉他 需要不需要 其实我是想说 你应该聪明一点 是问师父 师父假如你得癌症 你要不要化疗 我比较好方便回答你 我要得癌症 我绝对不化疗 我把那个钱拿下来 去供养众生 因为你有看过化疗好的吗 一百个人化疗好的话 大概有0.1人 只能说0.1人 0.000可能都一人 受进化疗的痛苦 将来还是要走 不在你治不治这个病 而是你那个过程之中 你是不是把你的决心 又拖到了哪一个 你根本意想不到的 一些感情执着深渊 而且这致病 在受如是病苦之时 是不是又把你拖在 在身边上面 你又在饱受如是过去夜感 让你躲在身体上的那种 痛苦执着 你不过就在度那个而已 那带走的都是什么 带走的可能就是将来 可能还是在感觉上的 爱爱远远 会比较多 人生毕竟虚妄 癌症也毕竟要坏 还有一个癌症 我们是救不了的 自有疲劳开始 这个叫做癌症 为什么是癌症 毕竟要坏 没人可以救 不是癌吗 就是癌吗 谁能救这个 毕竟当灭 谁能救呢 但是要在每一个 不管你真的是要去接受治疗 师父讲的话不是说 叫你们不要治 跟我 我没叫你们不要治 我只说我 听清楚了 就算要治 你要清楚你当下的发心 治到什么程度 不要让心又堕在治病上面 甲介治病又堕在一切 过去众生的最委屈的夜感执着中 这些东西你自己要 心里面清清楚楚才行 清清楚楚才行 所以真的要问我 又不知道怎么回答 但是就只有说 不管治与不治 都要谨记菩提心 你要知道带着走的是什么 带着走不是眼前的一切倾向 也不是你在治病之中的过程 带着走的永远都是那个 你现在能够所指的 这一切境界里面 有一个灵敏的根本的决定心 你只要认得他一点 就算你本来具足 但是你 毕竟我们现在是凡夫 但你要只要认得他一点 那个认得的那个方向 绝对是你带着走的 那将来一定让你 生生世世都成 道场 将来必成菩提为止 这要看怎么发心 要看怎么发心 所以这叫做能令广迹韩申 在小圣之乱折 能令广迹韩申 什么叫能力广迹韩申 为什么用能令而自 祖师用字用语就知道 能令为什么叫能令 必然自然自叫能令 你不是天天广迹韩申吗 你不是都面对自己的感觉 都在面对自己的众生吗 就在这个广迹韩申上 不是就在韩申临辅上吗 但你自己只要用到如是心 使你就可以发现 潜在意识里面就一股力量 它念念能够令你如是正念先前 那一念心 方便来说就是什么 就是你现在心中的 静持的种子 静持的种子是什么种子 生种 就是生种 佛法生里面的生种 所以它能令你广迹韩申 色小圣之乱折 再也不是他们阻断 再也不是小圣那种 那种弯曲的种种行机 那种运载之机折着车的痕迹 就再也不是那种痕迹 应该是行大直道的面对 在一切过去扎想的曲折之中 你只是一心面对一种平缓 就是一念 就是那一念 你念的就要告诉自己 你若不开发如是决心 必然还是众生的 只要躲在众生念想之中 只有一点将来必受如是大苦 估计讲这个你认为是佛门之中 在恐吓你 事实上不是吧 现在就知道了 决心之中只要有一点点 你是执着众生相就看不到决心 你就全体就是众生 那一点将来必受大苦 就是什么叫大苦 就全是妄直 就全然就是妄直 就必受大苦 你要在这么样强烈的大苦之中 你要念念之间不断的鞭策事情 就是那一念心 就是那一念觉 你只要有这一念心发生 你那一念心清清楚楚时 那一念心叫决定心 你纵然今生还是凡夫 没有明心见性 你那一念心就是善根种子 那一念心就是菩提道人 将来生生世世 你的投胎 投往世界的世界的根本善根因缘 我们都知道业力强者前 我那一念心学习心强者 那就是善业力强者前 你只要没有这个愿力 没有这个愿力 你就告诉自己那就是业力 那业力呢 我们现在感觉不到业力有多强 因为为什么感觉不到 因为我们习惯躲在繁寝中 你当然感觉不到 但事实上 你那感觉不到的业力 才是最刚强的 知道吗 就像小偷想要偷东西 偷信成就啊 他随时就顺手牵扬 你抓到他时 说你怎么什么东西都想偷 我没有想偷啊 就这样就拿了 感觉不到就随手牵扬 我们现在的业力就是如此 就是如是刚强 就是如是刚强 所以下面的小智 广迹 能力广迹 还摘录了一个大博物 经中的经文 这个要讲一下 讲到 若诸菩萨情形此道 不得不上正等觉智 大智 妙智 自然智 一切智智 如来智 我有是处 你要是真发心情形此道 你要将来 要不得不上正等觉智 自然智 这个自然智就是能力 能力广及寒生的能力 然后一切智智智 如来智 这就是能力 他就自然的为你谱书 自然为你成就 那当下就是面对 寒生临辅实 那这种面对里面 他绝对不是小晟的种种乱者 这种临辅 这种面对当下 他自然超越一切 作为一切外道小晟 所以叫做三小晟之乱者 他一定超越 你只要当初因地心中若真 后面一定超越 那就是自然智 所以你只要肯于如是情形此道 那叫大波尔经 大波尔经就叫你 你之间 什么叫波尔 中国字写的多好 波尔 祖师他不用一般的字 写个波 这为什么不三点水的波 他就用一般的班字 班班如是就是波 就是波尔 弱智如也 一切法就是波尔 就是波尔的意思 什么叫一切法如 就一切法你要懂得那一心才能知道如 懂得那一面心 所以从如智之中 如从一个女 从一个狗 就是决心 顺下 辅印之时 辅印就是女相 辅印宣出当下 因为他能辅印宣出 所以他就能够成就一切宣出 所以叫如如 你懂的那个如如就是一心 你不懂如如 我说的一心就是 他不但是一心 他还能担当一切心 所以一切心中 他知道是一心 一心就知道是一切心 这是如如 但你要不懂的决心 就永远就是什么 就背离决心 但要不懂此心 就背离决心 如子你都找不到 所以这叫大波若晋 大波若晋 你本来当下都有 本来当下在用 所以下面是六祖谈经 六祖大师的文字 诗言 如等替听 后代迷人 若是众生即是佛性 是 这个字应该在 我今天真的去 内地有一个 网路上的字典 叫做汉典 你们听过吗 因为我老是每次讲到 这个是的时候 我都说 你们内地讲的是 是识 我们台湾讲的是识 结果点了汉典 它有那个发音 它有一个喇叭发音 一点下去 识 识识 对不对 它虽然那个拼音 它还写识 那发音它识识 识 应该是识 我还没练错 识识 可能内地都纠正过来了 内地就纠正过来了 总而会不一样了 且奇怪了 这个 以前 中国人跑到 逃到台湾去 或战败到台湾 口语都改了 是为了 隐身逆击 把中国话都改了 不可能 其实无是处 对吧 所以意识 所以如果识众生 即是佛性 识着怎么说 识着任也 为什么师父要去 这个字要特别 就要把它解释成认 认着就是言下人可 认怎么写 言下人可 言下就是一切事为中 什么叫认可 认可是因为你明白 诀叫认可 你懂得认可 所以你叫认也 这反过来就是中文常说的话 如果认得众生 那认得众生是怎么认 不是互相相认 相认还有二 根本无二 就是言下认可 当下 那根本就是大决心中 本有的根本 亲民意识 那叫适得众生 众生 现前就是诀 叫适得众生 如果适得众生 即是佛性 因为你要认得众生 将来你会发现 那众生都是决心所处 那一切所处处就是决心 还归决心 这里面就叫佛性 否则决也 这就是佛性 当你要明白 如是决士 你就能够深入一切法 你能够走入一切法中所起的种种觉 能够入一切法中的本末因缘 你要不知道如是绝食 那一切法 起一法你都变成一个一个的深坑 你就只能被如是坑中 埋没你的决心 埋没你的智慧 就是如此 所以若是众生即是佛性 若不是众生 万劫密佛难逢 你要不在众生上面是 万劫密佛难逢 你在哪里找佛 你在哪里去体会决心 这是六祖谈心 你们一定读过 你就知道祖师 自古以来 祖师教授就是直指人性 为此一途 绝无二法教你们 你是明白此一个决心以后 再讲一些世间种种道理 再讲一些世间善法 是会破一切行者所依 破一切行者 还有那种维系牵挂 他告诉你 你要明得决心 就有如是善行 你不必在如是善行上面 而违背决心 明白决心一定有如是善行 你不必抓着善行 而违背决心 自闭于决心 避开的避 而且那个善行是 你明白决心是 他能够做一善 能够成就一些善 你现在自闭于决心 你那个善行 就是你自己认为的善 你自己在意识之中 你自己造作以为的善 那叫小善 小慈小悲 所以那都不是善 那小慈小悲 有的时候会很可怕的 因为你动的是什么 动的是过去 众生妄想执着的那个夜根 那你在做在夜根上面分别 你在做慈善 久而久之 你在慈善上面又会不小心又跺在那种妄想执着的夜根 别人在旁边说你是善人的 你虽然嘴巴说 哎呀不是啦 但你心里 就是 你信不信 你不信吗 你不信现在这怎么会有宇宙大绝者都出来了 知道宇宙大绝者吗 听过吗 慈祭 遇佛都叫你遇宇宙大绝者 他不叫你遇西达托 也不叫你遇释迦摩尼佛 那个宇宙大绝者就是那个法师摸一个地球 遇他 遇他干嘛 遇西达托是照见佛性 你遇他干嘛 他平常不洗澡吗 他应该到澡堂去嘛 那澡堂里面那个叫什么 戳澡 应该不叫遇宇宙大绝者 应该叫戳宇宙大绝者 戳澡 去泥 这种妄心啊 假如我是真正心善的人 人家弟子要这样做 我都会说不可以这样子 你不知道善心吗 你还在那边故意说 那是弟子做的 弟子做的你看嘛 不止止了 就每一个人行个善都可以这样子 都可以坏灭佛法 把自己吹捧成佛 大绝者不就是佛吗 着相 而且那个相就是一个比丘尼 老比丘尼在那摸地球 就是着相 而且那个相到处卖还很贵 都还很贵 我怎么又骂人了 不好意思 所以若不是众生 万劫 秘佛难逢 吴金教鲁 这六祖大师 直接教授弟子的话 从六祖以后 就是中国佛教的根基 奠定师 所以他教你就是告诉你 如何奠定根基 吴金教鲁 是自心众生 见自心佛性 是自心众生 见自心佛性 那就是 是一切众生佛性 这文字中 虽然没有完全写出来 但是 你当下就要知道 所以要知道 你是自心众生 因为你觉得众生 不众生 你现在看到我 都是你自心之中 所认识的我 就类似我常常讲 我以前讲过那个批语 敬子互相对照 我敬中有你 你敬中有我 你敬中的我 永远是你敬 我敬中的你 永远是我的敬子 听懂吗 都是如此度 你将来教授一切众生 就是如是度 那一切众生 如是度度 度尽众生时 就是度尽一切众生时 你只要有一法留下来 那就是说甘露法 所以二祖自二祖 接着出主法以后 说和尚慈悲 为天下苍生 广开甘露法门 这只有一个人 二祖 但是传到今日 必尽法门 那真的叫做广开 广开甘露法门 你不要像现在一样广开 到处都是人就叫广开 马上把自己就捧成了 好像开悟者 那个就是霍乱开始 那就是霍乱开始 所以 是自心众生 见自心佛性 欲求见佛 但是众生 你要想见佛 但是众生 但认众生 就是如此 没有其他的法门 祖师都如是教了 你还欢迎吗 但认众生 你只要肯于去学 将来我就跟你讲 将来你念念随门起师 那种随心献前 随时你就开始 能够起餐 你才能够把过去 你在红尘之中 所有的一些直受 那种过去的刚强业力 你才看得清楚 你才开始可以打破 为什么可以打破 你就知道原来过去 再怎么刚强 是怎么刚强 你知道吗 你心在这边直受时 直受就会越滚越刚强 但这么样的强烈 其实就是绝 你就会明白 一些业力因果 什么叫业力因果 业者造作业 造作因果 懂吗 你在上面造作 那当然叫业力因果 所以有的人说 佛家都说业 业业 一听到你说业 那就是造作吗 那不是业吗 你就是在造作啊 你每个念头就在造作了 小孩子回去读书回去 叫作业作业 不就是那个业吗 他们读书叫作业 我们习惯叫业作 都是如是造作啊 都是如是造作 所以 但是众生 只为众生弥佛 非是佛弥众生 只为众生弥佛 不是佛弥众生 文显表说 不要讲说众生弥佛 就是迷失了佛性 你讲众生弥失了佛性 那你就根本不知道 众生怎么样回归佛性 对吧 众生弥佛是什么意思 绝心一定随缘 随缘处就是众生 但是随缘这个众生向中 他自然就带那个弥 为什么带弥 他整体就变众生嘛 那佛性 那个觉性就自然就隐嘛 就像镜子献色 色显之处 尽性就隐嘛 那你说隐 到底隐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说隐呢 因为他全体献色 他隐在哪里 就隐在全体献色中嘛 是信用在隐 不是真有个东西隐啦 信用为什么隐 因为他根本就是一体嘛 假如他在现色时 那个镜体还在后面 那不就是二了吗 既然是一体 方便说隐 隐这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全体 其实就是绝 就是镜子 知道吗 但是我不必跟你说镜子嘛 就跟你说镜色 所以方便说隐 所以隐显二法 你都要清楚啊 隐显二法 不过信用交替啊 信用 信与用的交替而已啊 但是隐显二法 现前实际的感受就是什么 只有自带这种谜嘛 因为那个谜 你知道自带 自带那个谜 所以刚刚讲说 你假如说用过去的意识 就众生迷失了佛性 那个谜 那怎么破 谜了 那怎么破 我要跟你讲怎么破那个谜 那多少业力 跟你讲在业力上 你要怎么造作才能破那个谜 现在你知道 连那个谜都是绝 你要破它干什么 你只要知道绝 觉得那师父 我还是认不清楚 那是不是绝 我还是感觉到前面势力好深 你就算讲这句话 你都知道 这句话都是绝 你已经在破谜了 你已经在破谜了 因为眼前就会有那个 师父 我找不到 不是就很迷吗 就很迷乱 就很迷茫吗 那迷茫都是绝 我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 就迷茫都是绝 你现在破谜了 所以众生迷佛 不是佛迷众生 佛在现迷失 佛都还是绝 佛不迷众生 佛都清清楚楚帮你实现 如是迷 他哪有迷众生 听懂吗 那个迷都是佛 清清楚楚帮你献的 他哪有迷众生 所以你只要回头就是 回头你当下照料就是 所以只为众生迷佛 非是佛迷众生 自信若物 众生是佛 你自信若物 物者明彻 明彻者物 你以为自信 你以为知道若物 物是什么 你就善用就是自信 善用什么自信 你要知道一切法 自觉性而来就明白自信 自信你不要找哪个东西是自信 信既然叫心生 你知道一切法都自如是大局而来 你已经明白什么叫自信了 大局无相 自信也无相 那自信无相之中一切法 当前你就知道自如是信而来 就是举自信 然后于如是自信 你方便再入一切感受里面 再黑有黑的自信 再白有白的自信 黑白种种感受差别的自信 都不离大局自信 你有大局自信 哪有那么多 你妄想以为攀原的种种自信 但是你明白大局自信时 换在一个角度 从渗入凡时 从大局自信 大局自信 它不可以用手指成 无可指成 但是它能够自一切信 为什么 因为它才能够深入一切信 你深入一切信叫智慧 你到了下面 你忘记觉得那个自信 就叫做什么 就叫阻障 就是阻障 自己把你心境 就是在经典中 把你讲清楚 讲清楚的目的 就是让你不要再有疑惑了 当下下手 你再有疑惑 你现在认为的家庭 现在认为的生活 现在问认为的东西 不过都是什么 不过都是过去业感 勤想变异 互相业力 纠在聚在一起 你就算在感情恩爱 也不过相互沉沦 而已 意还要加个意 而已 不古文讲而已 后面要加个字 为什么要加这个字 加重音 就带个尾音 什么带尾音 你就感觉到 你后面有个尾巴 有个尾巴在那里 你永远在那边牵扯 都是如此 但是你要发心正确了 那我们也不是发那种卑劣心 自己得悟 从逃脱 不认亲缘 不去管眷属 不是啊 就是为了要度尽一切众生 度尽自己六亲 这些亲缘 所以你要发大悲心 你要发大笑心 你要发报似众恩的心 没有此心不能成菩提 因为由此心 将来成菩提时 一样不必清缘 什么叫清缘 感受就是清缘嘛 你要现在避开清缘 去振得以后 你将来难道不会知道感受吗 你要不知道感受 你就不是绝 你不知道面对感受 你知道是绝吗 你知道感受是什么吗 清缘捐说 那就是你的清缘捐说 所以假如你 甚至是面对众生向中 一些感受中下手的 你绝对不会 不会去避开 报四中文的这个发心 所以众生是佛 自信若迷 佛是众生 自信若迷的时候 整个觉体变众生 所以你是名字用错 性 自信都在 你名字用错 名字用错 立名立相错了 从此妄想流逝 就妄想流逝 佛是众生 自信平等 众生是佛 自信写显 佛是众生 什么叫平等 平准是无取 什么叫无取 心性之中就是一指 什么叫取 一定被绝才取 被绝以后再黑再白 似乎就有分级 要取 那你说再绝就不知道黑白吗 再绝一样比你还更清楚 是黑是白 但他知道是黑是白时 有分歧吗 决心有分吗 你这种道理 你是因为不懂决心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好像心里面有这些疑惑 你参得一点决心 就知道没有疑惑了 你只要一面一参 参得一点 哪怕是就是 这个观音菩萨 袁董章讲的 出于文中 入流 王索 你就再来跟我讲 有没有分歧 因为一切都是你的大绝 你要分什么歧 绝得 可以绝的白分什么歧 绝跟绝有分歧吗 因为你体会的是绝 没有绝是绝 有那么多黑绝白绝吗 你还能够认得出 什么叫黑绝白绝吗 还认得出一些感觉吗 绝无是处 绝无是处 所以自信平等 自信平等众生是佛 自信之中平等是佛 要是写取 就是写险 就是流转 就是被绝才会写险 什么叫险 损害叫险 有损有害 那怎么又损 你只要站在感受上就损 为什么是损 因为第一个被绝固一定损 第二个在感受上面 它是念念损 一直念念盘元念念损 为什么叫害 因为在感受上面 感受的呈现一定有个像 什么像 叫相互灵夺 黑来的时候白灭 白起的时候黑灭 洗来 哀就不见 哀来 洗就找不到了 相互灵夺 不但相互灵夺 还在不断的想要攀援 去占据 就是杀盗盈望里面的道子 每个念头 其实将来 你要五戒受到维系时 每个念头的道 你都清楚 你就还在上面想要捉持 还在上面想要 想不断的 想要满足 那都是道心 那逞种种念头想要满足 那都是维系的道心 然后将来这个维系的道心 这个欲望 结果变成种种行为 就会打散在你平常的 这些行为夜暴 夜行之中 所以那一定是损害 那就是道 他就不希望下一念 被下一念的感受 稍微稍减一点 所以他一直想要剥夺 就想要剥夺 那这么样的强烈的业感 这么样强烈的恶行 来自于哪里 知道吗 世界上再大的恶行 就算他杀人无数 他的罪恶在哪里 来自于哪里 你知道吗 悲绝 所以再恶的人 只要还得菩提 他都能够一时尝尽 就像谁 弥勒日巴 听得到这个世界 弥勒日巴 一时尝尽 就算他将来要现中种 像被人损害 他也根本心中觉得被害 觉得还报 他觉得还报 绝对不是还 他不过像中还要还 就像现在释迦摩尼佛成佛了 他有头痛三天 目次穿足 马脉三个月吃马脉 那你说释迦摩尼佛 有受如是报吗 你不能说佛性有受如是报 佛在觉得痛 跟觉得不痛 都是觉 觉非痛 非非痛 你还有受这个痛吗 他根本不受 但你不能说 佛不知道如是报 绝心就告诉你 过去你种了下什么 将来就现如是像 但是我们现象时 你是受报 佛现象时 他是跟你讲过去 夜离英国而已 弄吗 你将来在决心就是如此嘛 觉得痛 觉得不痛 都是觉啊 这个你们现在可能 听我师父讲 似乎有点 好像感受上 好像能够 就是勉强让自己接受 将来你修行 尤其是难重 师父鼓励你多行苦恨 多行头脱 尤其像行教授 痛不痛 我说实在 很痛 但真的就是那种 内言经讲的 虽觉觉痛 但是觉不是痛 觉不是痛 你虽然觉得痛 那个觉不是痛 你知道这个觉不是痛 你也是阿罗汉而已 你还是二圣 何况是佛心 痛与不痛 根本都是觉 还不必再说一个 觉不是痛 觉不是痛 已经是二了 但是我们是身为人 一定是在这个上面 你突然发现那个心中 可以看到痛 看到痛 那个痛不是痛 那你就真正就能够相信 将来真诚佛实 他可以坦然面对痛 也不痛 但你不能说他受爆 哪有受 那你不能说他不知道痛 他评你清楚 因为他是觉 你要有一点痛 就闷地了 佛在看一切痛 他搞不好跟你讲说 那个抽怎么抽痛 怎么样刺痛 怎么样 那个神经还会怎么波动 他都给你明白说 他搞不好比那个世间仪器 都还感受得更维系 你说他不知道 都知道 那你说他在受吗 他没受 他无受 这叫这点 将来你在修行时 就能明白 所以将来连痛都明白 何况那种感受 烦恼 你不知道烦恼吗 知道 那你还是烦恼吗 不是 所以起码你有一个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那我还要叫别人怎么样 帮我解决烦恼吗 不必 你还要叫那个 一天当晚气我 那个烦恼我的那个人 叫他你停止 不准气我 你需要吗 不必 那你也不可能 心里还有那个念头 你来吧 你来吧 再来 那叫疲痒 那叫有毛病 你要看到如是心中的作用 心是重有 所以如等心若显取 即佛在众生中 心若显取就叫被决 什么叫决 刚才说损害 取就是随着感受分别 就是取 那就佛在众生中了 就佛 就是完全佛性都堕在感受里 为什么说佛在众生中 因为没有决心 你也不知道众生 其实众生 你再说什么黑觉白觉 喜觉怒觉 虽然名字叫绝 它其实是绝体所现的 但没有绝在中间 你根本后面不能立喜觉怒觉 当然佛在众生中 一念平直 即使众生成佛 一念平直 平直是什么 心大直道 它根本没有写取 什么叫没有写取 没有分别就不是写取 没有分别就一定是绝 所以你将来开悟时 过去是怎么样念 现在还是怎么念 过去怎么看色 现在还是怎么看色 但现在看色是明白看一切色 跟你过去抓着色说色一样吗 就说一法不真一法不解 就是如此 但是你的角度不一样了 你是从佛之之见了 它那个是之见上立志 那完全不同啊 如何从之见上立志到佛之之见 唯有行者下手你能方知 其他再跟你多讲 这都不是讲的事啊 你根本体会不出来啊 那不是用言语能够传达的 所以不是用言语传达 所以后来再有修行的都是讲那些怪力乱神 就以为你只要好好用心 违违违违违违求全 将来佛就下来赐你三妹 要是有这种想法 那令人经就是伪经了 佛都告诉阿难 你不要想佛来会你三妹 因为自己能够发觉自心是佛 自心是佛 所以即使众生成佛 我心自有佛 自佛是真佛 在我心自有佛 自佛是真佛 要讲对了 后面还有一句话 所以现在很多人 我心自有佛 自佛是真佛 那我已经是佛 佛都说我已经是佛 狂妄 他是抓的那个我吗 跟你说的那个佛吗 那是狂妄 我心自有佛 是你明白那个决体 你要明白这个决体 是后面那一句怎么起来的 后面那个念头 那个意想 那个气氛 你一看就知道 是狂妄那个气氛 怎么起来的 你要知道那个气氛起来 你也要知道绝对是谁 那一念也有佛 你站在决心上 就不是那一念的造作 那一念都是心 你不知道他也是佛吗 你为什么那一念 就忘记是佛 你站在决始上看一念 你就不是那种邪取 你但有时候我心 我们本来是佛 你不觉得这句话就是决取吗 那个根本不是修心的语言 这种人只要词语一出 就知道 他从来没有在心上体会过 当然在心上体会过的 他自然就具足惭愧 具足祥和 他具足漠然 他自然而然漠然 他就不是那句话 那你说师自然看你感觉很刮躁 你怎么不默然 我要默然我就不出来讲法了 默然 默然是本来默然 那我现在不能够忘说了 我说忘说就不像中间我狂忘 但是是要教你们将来在任何念头上面 你自己是要懂得默然 但偶尔要跟别人去讲法的时候 你可以多深引述 那引述当前 你也是懂得当下 你自知惭愧 你也会懂得默然 你不是抓着哪一句话 你讲出来以后 你自己都还觉得狂妄 不是啊 所以下面讲说 如等自信是佛 更莫无疑 就就是这句话 有多少人 就这句话以后 起成狂魔 但是这句话 你要是真正能够用到上识 自信是佛 更莫无疑 是什么 那是行者的坚韧 那是行者从此以后捞强精进 自信是佛 你还要无疑吗 你要是真正没有无疑 你是念念诚恳 念念精勤 念念默然 为什么 因为从初转手 从伸转手 从初开始深入 你一定是默然 为什么一定默然 因为你再也不是过去 你在感觉上面的 那个以前你习惯的 那个刚强强烈 你就不是在上面 说的任何语言 这就类似于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你怎么抓着他在说话呢 我心本来是佛 你人这句话都知道是绝 你都不随这句话 起成狂想 那种气氛 你慢慢才知道那个 我心本来是佛 你就永远看到决心 叫我心本来是佛 一切心都不是佛 所以有些经文之中 讲的话是跟谁讲的 跟行者讲 跟学人讲 他不是跟那些狂人讲 所以为什么说 有些大经不是一般人能看的 他看了以后自身狂妄 自身协取 自身协恋 为什么他会自身协恋 因为他根本没有行门 他根本不参 就自身协恋 你本来是佛 不必修 你知你本来是佛 佛经都告诉你本来是佛 你抓的现在末梢本来是佛吗 我现在在感受上面 我可以跟你说感受 本来是佛 是要你明白他就是绝体 但你不肯明白他是绝体 你抓的那感受 说他本来是佛 对吗 感受不是佛 感受就是流转 感受就有三图 在静体之前 跟你讲 其实全部静色是静 需要你从此以后 打破静色之中 过去的妄想跟流浪 但你听到这句话 静色本来是静 所以还要找静体干嘛 静色本来是静 就不必找静体 你就抓着那个静色 抓着静色就是流浪 你站在静体 可以明白静色 你抓的静色 就一定背离静体 这些道理懂吗 这最近应该 慢慢都能够心里 慢慢都能够明白 所以将来再听到这些声音 你就不会再有狐疑 就知道那是妄念 那是妄念 全部不是在军心上说的 因为他的口气之中 你就知道不是 那你将来就去观察维系 就能观察维系 外无一物而能建立 皆是本性生万种法 这就是念念之间 这叫什么 所以最初修行时 这个方便说最初修行时 就是内观 其他在告诉你内观 用什么方法内观 多余 就是这些念念之间 面对众生来的 你自然就是从内观 然后再成就种种大观 什么叫内 还于本心就是内 什么叫外无一法而能建立 那个感受 你都知道都是心 还有离心以外 你的感觉吗 这叫外无一法 都是心 为什么不认心呢 这是行者 觅觅在心中 不断地心中的叮咛 那是行者 觅觅心中 那种不断的心中 已经慢慢向他去认的 那个声音 这就是内观 再没事跟你讲内观 什么叫内观 那就都多余了 多此瞑目 就是多余 你怎么内观 你觉得我有个内 你觉得有个内啊 请问那个内不就是外吗 因为你觉得 名字叫内其实就是外 对不对 听得懂了吧 你哪里能内观吗 你只要动念都是外 都叫邪取 谁叫你动念的 你觉得我要内观 这句话你就知道 我要内观都是觉 我觉得有个内 我觉得有个内都是觉 我觉得是外 我觉得是外都是觉 我不必灭外求内 也不会抓着内说内 我说儿等依然在行内观 合掌 阿弥陀佛